澎湖縣原住民文化促進會 24日指辦原住民風味美食展 與迎新送舊感恩活動 原住民朋友齊聚原民部落會館 除了傳統風味美食外 不可少的熱情載歌載舞 宛如豐年季 全家大小一起來聯歡 議長劉成昭靈 副議長陳雙全等來賓 都到場與原住民一起載歌載舞同歡 感受原住民的熱情 並品嘗原住民的傳統美食 這個正是國際財產 那聽說國際財產 聽說國際財產就好像沒有個財 聽說國際財產就好像要 追回地方中美區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就一定要 卸小國還說 還有我們幾位議員同仁 我們大家一起去男女 看無論如何要保護好 這個地方讓我們這些原住民的朋友 民眾有一個安安區的一個地方 安區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我們也花了一多的錢 花了一百多萬的錢 把他承認好了 然後整理好了 他不要再多回去 這個不可以到你了 不過後面財產 是不會財產的 我們要幫我們來財產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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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財產 看我們能夠保養 現成這樣 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原住民的這些 我們能夠有一個 安生命運的地方 所以是 所以我們教練講說 來到這裡 我們嚴重您的部落 我們就很高興 因為你們給我們的 真誠還有特欠 所以說 我們來這裡 就會很相待 就覺得 心裡很開心 所以說 你們所表現出來的 我們都受不了 我們都承受不了 因為我們的付出 你們都 你們都 時溫的回報 讓我們覺得很感動吧 所以說 議長說的 我們這個地區 未來 我們盡量 把這種財產 經過好幾次的搬家 不論找到一個 我們可以安生地命的一個 職場所 我們的 連住民附落 今天 我們希望說 國產 屢要要回去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它保留下來 讓大家 可以繼續在這裡 做回你們的 聯絡區 活動區 這裡 也比較不會感受到別的 所有 都會 旺人的人 原住民活動 重點就是 現場烤魯豬 一隻烤魯豬 至少要烤上八小時 現場三味四溢 是原住民朋友的 傳統美食之一 另外有 阿拜粽子 紅泥糯米棉糕等 多道原住民傳統美食 也特別提供 藤心排骨湯 吉拿福 阿拜粽子 紅泥糯米棉糕等 二十餘道阿美排灣等 原住民的傳統美食 還有從原民部落 空運來棚的山豬肉等 除了讓原民也能感受 有如回到部落 也讓與會各界 吃得津津有味 最了解全台現有十六個原住民豬 全台現有十六個原住民豬 在澎湖 共有四百多位原住民 其中以阿美族的人口最多 平時各原民都會集聚會館聯誼 他們天生有的熱情和好客 那份原住民真誠也散發在澎湖各角落 記者王海龍報道 也會選擇 他都會選擇 在澎湖中 在澎湖中